我們講到第5啦 不過這邊有2秒鐘 我剛好做了一個地方有一點點不太OK的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裡應該2秒鐘是這邊應該是2才對 所以剛剛切的時候有沒有 這一秒鐘嘛你就往上切 這樣才2秒鐘OK 所以剛剛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 齊切有沒有 這個才是2秒鐘 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這很容易做錯OK 那再來的話 上面其實它有什麼狀態 按一下它才會往就是 往下走 那這個地方我看一下 有沒有說要做什麼 什麼樣的 進入嗎 期間2秒鐘 所以它如果沒有講的話你就用預設 可是如果說它有特別強調說 必須要接續前動畫的話 或者是與前動畫同時 那你可能就是要把它改 然後預設如果沒有那就先用這個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再來 第6題 同一片10 新增一個圖案 然後呢 這個新增一個圖案是什麼呢 它說什麼呢 第一個先刪除按一下 以新增文字的這個文字這個配置區 所以特別注意我們先切過來 首先的話先切到第10個 第10個應該在這裡 分享熱誠 那底下就會有文字框 所以很簡單 你點一下這個框框 虛線的地方點一下 不是點這個 這個如果delazer它上面就不見了 應該是下面這個 應該是下面這個 怎麼知道它的位置 你可以先點裡面 再點框框 所以我的習慣這樣 那這樣的話呢 才是正確的把按一下 以新增文字全部選起來 所以習慣上點裡面 再點外面一下 OK 按delazer 這樣就OK了 第一個完成 第二個插入一個心形圖案 然後設定它的樣式是溫和效果 紅色輻射五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插入一個心形圖案 那心形圖案在哪裡 其實你在插入裡面找到圖案 插入圖案 那找一下有沒有心形 心喔 愛心的心在哪裡 這邊就有一個 心 心形點一下 然後拖拉一下 大小你自己決定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它有一個規定 它說呢 我們的圖案樣式 所以圖案樣式在這裡 那要哪一個 你可以點選什麼 點選這邊有個箭頭 這個叫圖案樣式 那圖案樣式的話呢 你就點選它這個框框的 這個右下角有個箭頭 它就會把所有的樣式讓你看到 那其中有一個叫什麼 溫和 溫和效果 它要紅色 所以你看哪個是紅色 而且它要輻射五 所以其中的話 看一下 是紅色 所以這個是橙色 這個應該叫紅色 對 就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其實溫和效果 應該是排在第幾個 第五列的第六欄 這個OK 點一下一下 這樣效果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完成這個部分之後 大小跟位置 大小 寬7.5 高6.27 高6.27 7.51 7.51 6.27 這個 那寬跟高在這邊設定 所以呢 它先設定什麼 設定高 高5.27 然後寬的話呢 寬多少 7.51 7.51 7.51 應該沒錯 OK 好 Enter一下 看一下 沒錯 OK 6.27 應該是 這個應該6 6.27 高 然後寬的話呢 是7.5 所以寬跟高 記得喔 你可以看圖示就知道 它的寬 它的高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位置 那位置的話呢 如果你假設找不到位置的格式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點選 大小 我的習慣上 因為大小跟位置通常是放在一起 那只是說它有些功能喔 如果沒有顯示出來的話 像我的習慣嘛 你可以點選它右下角 會有一個延伸出來的功能 就是躲在這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一下 它就會跳出什麼 寬跟高 然後還有什麼 它的大小 這個是大小嘛 那位置在哪裡 位置通常會在下方 所以你看到下方有個位置 有沒有 那它會要我們 從左上角算過來 水平位置幾公分 垂直位置幾公分 那題目應該有要求 看一下 題目要求到 水平是8.95 垂直是10.51 OK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然後把它填到 我們的那個 這個PVD裡面 所以我們的8.95 10.51 OK 所以這個數字要記起來 8.95 水平是8.95 然後呢 垂直位置多少 10.51 看看沒錯 Enter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最後其實可以把它關起來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找到大小 但是找不到位置的話 記得喔 有些功能呢 都會躲在它的右下角 那你只要把游標呢 移動到右下角的箭頭 它就會告訴你說 喔 你的那個其他功能喔 除了大小之外還有位置喔 所以點它一下 它就出現 然後呢 它會躲在 大小的下方 甚至底下還有什麼文字方塊 所以以後我是建議喔 如果假如說你要徹底完全了解的話 那可能還是要慢慢熟悉 它的功能布局 OK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第六文 OK 那 再來我們乾脆把底下也把它做好 因為底下也應該不難喔 第七的話是 將頭影片三 我是 跟我有 還有我能 設定一樣的效果 那如果說你要做三個一起的話 其實當然你不用做三次 做一次就好了 那怎麼樣三個做一樣的事情喔 當然剛剛呢 我們有用到那個 這個 這個瀏覽 這個什麼 瀏覽 投影片瀏覽 你可以 當然你想說這樣 可以按按鍵鍵 可是問題來了 你像這個時候 沒辦法去設定什麼 它的什麼呢 陰影 因為投影片瀏覽模式 沒有辦法設定自行 那可是問題你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要做 要做三次麻煩 你有沒有辦法做一次就完成 當然可以啦 不過這個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你可能要再 學會另外一個模式 什麼模式 那這個模式在下方沒有 你給它找到檢視 檢視裡面呢 那就有更多的模式了 剛剛的模式喔 有一個叫什麼 投影片瀏覽 對齁 然後還有什麼 標準 可是呢 如果你要設定 這三個都一樣的格式的話 這個時候請你找到一個模式 叫做大 應該是大剛模式 這個模式我記得可以 然後把它切到大剛模式看看 檢視裡面的大剛模式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大剛模式呢 它就會讓你顯示 這邊有文字的狀態 然後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我是 有沒有這個時候 我是的話 就可以選取喔 有沒有 向右選我是 按Ctrl鍵我有 然後按Ctrl鍵我能 這樣的話 就三個可以選 選完之後呢 你再切到長右 你會發現喔 上面這個地方 是可以被設定的喔 所以喔 第七 這個地方 會需要用到 假設你要一次做三個啦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考試的時候 這個功能我忘記 做不出來怎麼辦 跟各位講 做三次也可以 所以你有時候功能 不會沒關係 一定要有變通 你不要說喔 不會做就跳過 其實做三次 反正結果一樣 也OK啦 它沒有說硬性要求 有沒有 它裡面沒有說 你一定要用大剛模式 沒有啦 只是說我為了說 比較快喔 所以我就利用這樣子 這個什麼呢 檢視嘛 大剛模式 然後選一個 選兩個 選三個 然後在常用裡面的話 它要做什麼效果呢 它說要做文字陰影 那文字陰影在哪裡 在這裡 文字陰影 S這個地方 就是文字 所以你選完之後呢 再按一下文字陰影 OK 這樣的話就有陰影了 我能 這邊就有陰影 然後呢 再來設定它的文字顏色 顏色的話 就是A 底下有一個紅色字 它要的顏色是什麼 它要的是 紅色輻射五 所以紅色你就找到紅 紅色的部分應該是在這邊吧 紅色輻射五 應該這一個吧 對 紅色輻射五 也就是說呢 第一列裡面的 右邊算過來第二個 OK 紅色輻射五 好 這樣做完之後再切看看 這個 我是是不是 是 我有 有沒有 我能 這樣就OK了 那再把它切回檢視裡面的什麼 標準模式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乾脆把它講完好了 所有投影片 要用隨機的方式 然後呢 期間為0.5秒 OK 所以轉場的話 讓它隨 反正就有個轉場效果 因為 如果你現在轉場的話 現在都沒有轉場效果 所以如果你要轉場效果很簡單 就是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應該是轉場 上方有轉場效果 那轉場效果特別注意 它這邊的話呢 預設是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把它改成隨機 那怎麼改隨機 很簡單 先點選什麼 點選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隨機 也有隨機線條 但是它要的是隨機 不是隨機線條 所以你就選隨機 OK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套用到 我們現在所停留的這個投影片 但是不是全部的投影片 所以記得 你如果只套用一個不行 所以最後如果你要全部都套用的話 那請你把它改成全部套用 那期間這邊好像有講到說 一定要0.5秒 所以秒數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的話 持續時間0.5秒 所以你就把它改成0.5秒 這樣就OK了 然後記得把它改成全部套用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做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的話就是隨機 第二個就是0.5秒 第三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全部套用 因為之前有同學 教的東西奇怪 怎麼都沒有投影片的效果 原來它只有套用其中一個 其他都沒有套用 就忘了按一下全部套用 那這樣效果就出不來了 好 全部套用囉 那最後怎麼知道有沒有正確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右下角的投影片放印 不過建議是先移到第一個 先移到王曉明 然後投影片出現了 然後換下一個 有 它會有切換的效果 它會隨機 這樣就OK了 那請各位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 從 剛剛從第六到第八 分別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 這個就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就是 存層 取消一下 另存心檔 存檔的檔名 一律就把它存成 繳交作業的話 就把它存成 這個PPA PPA 102 OK PPA102 那之後練習的話 PPA104 這樣就存檔就OK 另外的話 有一個變化題 請各位呢 把這一題 改成叫做PPA102 後面加一個變化題 那變化題裡面的話 請各位呢 就是把我剛剛講的 你王曉明改成你的名字 然後呢 我有我能 我是 把它後面的那個敘述 改成你真實 你不要隨便 就是你真的可以做什麼 你有什麼 你就是你不要說虛構的 這不是小說 OK 所以不要虛構 如果可以的話 就把它加上去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練習 基本上的話 就是把那個PPA102做完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下一節課的時間 那就給各位做那個變化題 把那個變化題把它做出來 應該不會花太多時間 反正就是把102給做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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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